嗨,大家好,我是小李奇 今天我要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如何用厨师机来做面条 相信喜欢吃面食的朋友对厨师机并不陌生了 揉面搅拌打发奶油,它都是一把好手 今天我们来看看厨师机怎么来做面条 特别的方便 用上我给你的配方比例 做面条保证做出来的是筋道又爽满 那么除了厨师机以外 我们还需要准备这样一个压面条的厨师机的相应的配件 接着呢我们在盆里放上300克的中筋面粉 今天我做这个面条量大概够一家三口四口的量 放上盐三克 碱面两克 没有碱面呢就用两克的这个小苏打 配温水调配一下倒进来 水呢145克 在这里面我要说啊 我们做手揉的手擀面 和用厨师机做面条的这个比例稍有不同 手擀面通常啊 水和面粉的比例是水是面粉的45%左右 但是我今天这个比例呢就稍高一点 水多了一些 因为啊水少你看就像这样 成不了团 尤其像我这六块拓的大厨师机啊 根本很难把这个面搅打在一起 我们让水稍微多一点 让它迅速成团像这样 把它弄成了面团之后呢 我们再添一些干面粉 从而让这个面变得硬一些干一些 倘若是做手揉的手擀面 这个方法肯定行不通 面团揉好了再加面 那真是太痛苦了 可是我们有厨师机啊 对不对 它的这个电力搅打 完全可以把干面粉 再重新的搭进这个面团里面 从而让这个面团更加的坚硬 更加的结实 用厨师机来搅打做面条的面团呢 我们通常选择二档就足够了 太高的话厨师机容易发热 那么等面团再次把干粉 全部都吃进去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面团取出了 稍稍整形放置光滑 就把它放在那儿了 醒上个十分钟左右 醒一醒 我们一会儿好切 好压面片 我们放置一下 十分钟过后呢 面团醒好了 你看变得非常的柔软听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分成个三份 或者四份左右 都可以 把这个稍微啊 给它擀成个片状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不是做面食 面饼啊 或者蛋糕 都不需要那么讲究 我们一会儿要压面片 也是用机器来压 所以呢 只是稍微用擀面杖 辅助 先把它压得薄一点 就可以了 也不用那么薄 只要能够通过那个厨师机 压面片的那个缝 就可以了 大概这样 大概呢 是一厘米的厚度 小于一厘米都可以 压面片呢 我们选择厨师机的一档 就可以了 慢慢的来 把面片这样塞进 最中间的压面的这一档 慢慢的 很平滑的一个大面片就出来了 通常我习惯呢 压它个两次 让这个面更结实 更均匀 这样呢 一会儿我们做出来的面条啊 也就更筋道 更匀称 压好的面片啊 直接放入压面条的那一格 做这个细面呢 一般做肉燥面啊 番茄鸡蛋面啊 汤面类的 如果喜欢吃宽面 比如说油泼面啊 什么的 我们就选择宽面条的 今天我就先示范一个细面条档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就可以了 你看像这样 压出来的根根分明的面条 看起来非常的有成就感 很治愈 压出来的面条啊 通常我们算好时间 旁边煮好的卤子 番茄鸡蛋的汤 直接把面条下到锅里面去煮 就可以了 如果呢 你要放置一会儿再煮呢 就把这个面条啊 搭在面条架上 让它一定要散开 你看看 非常的整齐匀称 你看这是我做好的一碗 番茄鸡蛋汤面 你看这面条 看起来是不是筋道又爽滑 用我今天的这个方法 配上厨师机和它的配件 保证每天你回家 就能吃上新鲜的面条 不必挂面 麻烦多少 好了 我是小力气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